各位學員大家好 在這個階段我們要帶給大家的是 進階教學法以及選手培訓的概論 這檔課還是由我來為大家負責 在這個階段我們會探討兩個話題 第一個是選手的培訓 第二個是進階的教學以及訓練的方法 在培訓概論的部分 我們會討論由培訓計畫開始切入 然後再進入到選手的領選的培訓過程 然後再討論到選手的訓練計畫 然後以及最終考核 那在教學法和訓練上面 我們會先跟大家討論一下訓練法 然後訓練的主要的因素以及內容以及科目 對選手來說什麼部分是比較 現階段來說是比較有幫助的 首先我們要談到的是選手培訓感裡面的一個 主要的是培訓的計畫 我們都知道在不同的杯賽或不同的大賽之前 所有的選手都會有所謂的培訓計畫 那這個計畫是教育部體育署 他每年都會針對不同的賽事來提出選手的實際化 那他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領選國內優秀 或是具有潛力的選手 那有些選手在國際賽或是國內已經非常的成熟 有一些好的名詞 譬如像郭敬春啊李子凱啊這些選手 那但是對於人才的培養我想是 國內的體育署還是不遺欲力的要進行 因為選手的培養真的是需要長時間來做 那因此發掘一些具有潛力的選手 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在優秀以及具潛力的選手 能夠被選拔出來之後呢 那在於選手的培養的這個層面 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把它透過不同的訓練 以及不同的計劃讓選手能夠有好的表現 那從這個層面我們也可以延伸出來說 有好的選手 那對我們教練的養成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有千里馬也要有伯樂 那我想教練的指導的能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直接影響到選手的培養出來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是有一定的因果關係 那有時候有些比賽 我們藉由裁判這方面 如果也能夠藉由比賽的進行 然後讓裁判的指法的水準能夠進步的話 那其實對於國內的選手來說 其實也是相當大的幫助 就像東京奧運啊 我們有很多的裁判 從奧運的場上帶回非常多的指法的經驗 不管是在器材啦 設備啊 規則上面 其實對於選手國內的 選手培養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畢竟帶回來最新的規則 那選手 或我們教練在訓練選手上面 能夠了解規則啦 然後如何使用最新的器材設備啦 這個部分我想對於國內的選手 和培育的計畫是非常重要的 那進一步的話 因為我們的器材設備啦 以及人才培養都能夠到位的話 像我們國內在申辦 國際的賽事亞運啊 或是不同的杯賽喔 要游泳或分靈賽啊 像是如果說能夠多做全方面在選手啊 教練以及裁判的提升的話 我想這個方面對於我們 神敗國際賽事來說是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那為了要辦國際賽事 我想國內的器材設備 那選手要出國之前的培養 那你必須要跟國外的比賽的器材設備 要有盡量盡量的接近 或是要用到同樣規格的設備喔 不要說選手到國外之後 然後用的器材設備 跟國內是完全不同的 那這樣選手在適應上面 會有很大的問題 那在比賽的成績 我想應該也會大打折扣喔 這個部分可能是在培訓計畫裡面 非常重要的熱環 那每一位優秀選手呢 他在領選的過程中 依照這部體育術的一個領選的依據 過程來說 通常會用年齡啊 或是成績 來做一個選拔的依據 那在國內來說 最重要的比賽 目標與中間學校園等會 打轉小院 一個會即剛結束的全國園等會 這三個項目是 三個項目是 賽事是國內比賽最高等級的比賽 那也許有時候 有些選手是在國外比賽 他沒辦法參加國內的三大賽事 那他也可以像教育部 或是所屬的個個代表 先會申請核報 用哪一個正式國外的賽 作為他的領選成績的依據 這個也是可以的 這個做法也有點像 避免有無助之憾 因為有時候有些選手在國外 比賽的需求 或是他在國外的表現 或許會比國內的比賽更好 刺激度會更好 對那也可以讓選手有更好的 得到更好的成績 然後能夠進入培訓隊 這個我想這個是 對選手來說都是有正向發展的 我覺得都是可以安排的 那通常在我們游泳項目裡面 在女子組以及男子組內 總共有17個項目 我們可以從標格上面來看 會有17個項目 從短距離的50公尺 到準距離的200-400到長距離的800-150公尺 所以只有17個項目 那通常在選拔上面 在每一個單一一個項目裡面 通常在培訓的時候 會選打到A標的會選手 然後B標的會選B位選手 來作為培訓隊的選手 那我們首先就來看一下 今年剛結束的2020 東京奧運 那它在B標的部分 也是一個國家給兩位選手 那B標的部分 給一位選手的名額 那我想選手要能夠參加奧運 必須要達標 並不是每位選擇 你想參加就能夠參加 畢竟奧運等級的比賽是有重量管制的 那所以你要能夠達到培訓 或是能夠參賽 都要獲得一定的程度 對 那就 我們看一下明年被 即將進行的杭州亞運 我們先看一下女子組的培訓的標準 在 這個表格上面我們可以看到它分為三個階段 在明年亞運的培訓的階段 第一個是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8月 其實這個應該就是奧運 去年的奧運週期 因為如果奧運沒有延期的話 應該就是去年的奧運結束之後 就開始選出培訓隊 然後開始做亞運的培訓 那第一個階段是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8月 每個項目都有它的培訓的標準 那第二個階段呢 是從今年的9月到明年的1月 我為期大概是半年 那你會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選手要達到這個階段 然後再繼續參加培訓 那第三個階段呢 就是說你通過了這個第二階段之後 到第三個階段的培訓 明年的2月 就是差不多過完年後 到亞運結束 這個階段 就是明年會產生第三個階段的培訓 所以說也就是說 要參加亞運的選手 會只過三個階段的培訓 那確保你的成績是非常非常有力的進步 那我們看一下明年這組的財賽標準 到亞運之前是 譬如說50公司掉到25秒48 那我確認贏下了今年的全國運動會的決賽成績 我們目前在明年這組選手裡面 要達到亞運財賽標準 可是目前是沒有 我看我們國內的女子組的選手 是還要再加拿進 那在男子組的部分也是 三個階段的話 跟女子組是一樣的 那透過這個標2表 我們跟今年的全國運動會的情緒 來做相比較的話 那我們在200公司只有是 有兩位選手達到了亞運財賽標準 那400公司的分數是個一位 200公司的鐵士一樣是個一位 100公司的鐵士一位 那所以說在男子組的改數 我們可以打標的選手會比較多 那在明年會進行的世界大學運動會 在成都的世界大學運動會 因為原本世界大學運動會是在今年要舉辦 去年要舉辦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延到了今年 所以說 我也是來看看一下它的產賽標準 那世界大學運動會的產賽標準 就相對於亞運的產賽標準 學運的標準是比較低一點點 那跟剛才我們所提到的亞洲運動會的 直接標準 國內選手在全運會結束之後 還是沒有人打標 那反觀在世界大學運動會的這個項目 名字組的項目 我們有蠻多位選手 在不同的項目打標 其中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在長距離的項目 我們可以打標的選手是比較多的 從這個地方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我們國內的選手的發展性 是有需要進步的 我們國內選手和人民選手在培訓的科目 以及訓練上面 是不是在短距離的項目的訓練 是不是要做一些調整 那相對的 男子組選手在四大運的參賽的機會 可能又是比較多 因為我們可以看得到打標的更多 不過這邊還是沒有完全列完 很長距離的 有四位 我們大概有兩位 所以說 男子組的選手在 以大學這個等級 世界大學運動的這個等級來說 其實 還是會比較容易 接近它的參賽標準 那我們有這樣子 完善的培訓的計畫 以及領取的過程 我們希望的人士能夠選擇出 能夠參與我們計畫的選手 最主要是這個計畫 花了非常地多的時間 以及所有的經費 那當然是希望說 能夠選出 能夠全程參與計畫的人 作為優先進入我們這個培訓 培訓隊 那因為 你要能夠參加這個比賽 因為所有的計畫都有 有延續性 那你可能要參加國內的集訓 也可能要在 排出假的時候 要到國外一地訓練 甚至在訓練的途中 會用國際賽事 或做一些經驗 所以這些都是計畫要去走的部分 那所以說 能夠優先全程參與計畫的人 是能夠優先進入培訓隊 這個我想對於資源的分配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然就是選到了一位選手 但是我們發現還蠻多選手 在入選 培訓隊之後 突然間在某個階段就說 我不行了 學業跟不上 或是感情因素 或是什麼 那其實這個都是會列入後面的考核 以及篩選的階段 所以說 能夠全程參與的人 是最重要的 能夠優先入選 每一個計畫 它最主要的是 針對武藤的目標賽事 訂定的計畫 像剛結束的 2020的東京奧運 東京奧運 其實最主要是 培訓我們國內最優秀的 頂尖的選手去參加 那其實在我們優惠的項目來說 其實在選手在東京奧運結束之後 在今年其實 原定的計畫是要繼續參加 湖剛的試圖賽 以及成都的司馬運 然後這兩個比賽都是作為 連年杭州亞運的一個培訓的基礎 那很不巧的是因為疫情的期間 這兩個比賽都挺辦 那獨剛的試圖賽 它會調整到明年2012點去辦 那成都的史達雲也是 調整到明年去舉辦 那明年最重要的還有一個是 杭州亞運 這三個比賽 是明年對於我們游泳的選手來說 是最重要的三個比賽 那每一個選手的培訓計畫 它在訓練進行培訓的時間 也不一定 那看每個賽事所需要的計畫 所需要的時間 有可能是兩週 有可能是三個月後半年一年 三個可能像我剛看到的 光是一個亞運培訓的訓練時間 就長達了兩年 從當於奧運結束之後 到亞運開賽之前長達兩年 這是一個對於非常大的比賽 非常完整的一個訓練的計畫 那透過這些計畫 我們的訓練的方式 有在地訓練 國內集訓 國外一地訓練 以及參加國際賽事 等不同的訓練方式 因為我們現在國內的大部分的選手 都是具備學生的身份 不管是優秀或是具有潛力的選手 都是幾乎都是在校生 那所以說在學日的時候 就採用在地訓練的方式 也是跟著他的原生的隊伍在做訓練 那在寒假跟暑假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會採用國內的集訓 集訓到訓練站裡面 那有機會的話 如果時間長一點點 或是適合的訓練計畫 跟國外的教練配合的話 我們就會到國外做一地的訓練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參加國際賽事 作為檢驗以及考核選手 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增加比賽的經驗 那在在地訓練裡面 它有一些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 因為選手都具備學生的身份 選手都具備學生的身份 所以以此 就是在母隊訓練的話 在在地訓練上面 選手對於訓練的環境 會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它在訓練的效果 能夠維持 那國隊的教練能夠協助 國家隊 甚至培訓隊的教練 能夠把學生 或是選手的狀態 維持在一定的程度之上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學生的學業能夠點關 然後 所以我想有時候 有些家長 也是蠻在意這個部分 如果選手 有去參加培訓 那是他的課業 會更不上 或是對於後選手的發展 還是蠻重要的 那這個部分 我想是很多家長 非常非常重視的 那國內集訓的時候 他選手在比較長的時間 能夠到各個集訓站 去集訓 比如說做宣傳 那如果選手過來之後 集訓隊的教練 能夠比較掌握每一位選手的狀態 畢竟平常的時間 是在某隊人類訓練的 那他能夠同時 統整整個訓練的課程 讓每個選手 能夠分配到最適合的資源 以及在訓練課表上面 能夠調整 那最好的選手都在 在集訓隊裡面 那所以因此的競爭力 就會比較強 選手會有產生 兩性競爭的目標狀態 那訓練的效果就會 直接的提升 那在團體生活裡面 或是選手出外比賽 我覺得 遵守紀律這個部分 也是要在集訓的這個時候 來訓練 讓冠軍和選手 一個很重要的冠軍 因為有些選手 他出去比賽的時候 有時候會 比較難遵守紀律 有些選手的個性 也跟選手個性不一樣 有時候都不太喜歡遵守 一些他任何不想遵守的違反 但是當一個國家隊的選手 或是有些選手 自律 這些 課子是 我覺得是應該要去培養 選手紀律 以及個人的形象 畢竟出去比賽 代表國家 全個國家隊的制服 我想這個部分 是在集訓的時候 教練要帶給選手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在國外一定訓練的部分 那因為訓練的場地是 國內選手不熟不熟悉的 訓練甚至的器材 或是你一起訓練的一些隊友 對手 都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有的環境上的刺激 還有訓練方式 以及訓練的模式不同 也許與國外的不同的教練 所接入 或是一起協助 或是給予你不同的建議 所以你的模式 可能方式會有所差異 那在這個機會裡面 你可以學習到其他選手的優點 看看別人為什麼在這個部分 可以做得很好 不足的地方是哪裡 那相對的在國外一定訓練的話 那你的標準以及要求 都會有所提升 我想可以達到更好的訓練的能力 那最重要的是說 在訓練計畫裡面 我們會安排一個部分 是在國際賽事的參與 那在國際賽事的參與上面 在訓練跟比賽是做結合的 所以在選手 所以選手在一邊訓練 一邊參加比賽的過程當中 可以去感受一下 每一場比賽的經驗 那有些選手 他如果是第一次出去比賽 或是沒有看過這麼大的場面 有時候有些選手會卻長 因為他畢竟對比賽的環境 那個節奏 沒有辦法掌握 所以他很容易受到影響 國內比賽可能最多就是選 而觀眾可能就是以前的人了不起 可是如果說像奧運 這麼大的任期的比賽 或是兩者隊 這麼大的比賽 可能現場的觀眾 是兩三千的 那個整體的感覺 其實是不太相同 那所以如果增加比賽的經驗 對選手的心理素質 也是能夠提升 然後那選手在比賽當中 能夠更多點的發揮 那能夠在跟國外的選手 在兩性競爭之下 能夠激發選手的潛能 然後讓他能夠學習更多的經驗以及技巧 能夠進一步的去掌握比賽的節奏 最終能夠讓選手們享受比賽 帶來的榮耀或是好的成績 我想這個是在訓練計畫之中 安排國際賽是最主要的地方 讓選手有各方面的 不管是技術或是心理層面的成長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以上我們所談到的培訓的這個概念 那選手在進培訓隊之後呢 並不是完全沒有什麼的機制 我們有時候還是會淘汰一些不實現的選手 或是說他沒有辦法的簡單性的目標 那在教育部的體育數位 他會有一個選訓委員會 會針對培訓隊的教練所提出的每度訓練計畫 做不定期的追蹤跟考核 那如果發現選手有機率上面的問題 或是沒有辦法配合這個計畫 那如果是譬如說個人行為的偏差的話 有可能選手會是會采取競賽 那這個競賽不光光只會對選手 對教練也有可能也是會處於競賽的觸控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對選手是會有業術力的 我們剛剛談到了培訓隊的一般 我們在國家隊或是比較高級的選手 我們培訓的過程會談到的部分 那緊接著我們會回到教學以及訓練的方法 那我想在游泳的訓練的方法 我外乎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超長距離 間斜、重複、健樣、即時訓練這些方法 我想透過這些方法的不同的組合 以及不同的內容的搭配 可以給選手在不同的階段 或是不同的專項的選手 然後給他們不同的課料 我想這是那位教練 或是老師 甚至讓老師要所學習的 那在游泳的訓練 它有幾個主要的方法 它不外乎就是距離速度 重複次數以及休息的時間 做不同的搭配 配合我們剛剛所談到的運動的訓練方法 那一般來說我們在培養優秀或是具潛力的選手的計畫當中 訓練的量單次大概會在6000到8000公尺 或是1萬公尺以上都有可能 看教練開出來的量 那每一次訓練的時間有可能會至少在150分鐘到180分鐘之間 太長其實對選手不見得有幫助 他可能已經很疲勞了 或是他的專注力已經跑掉了 其實不見得有幫助 那訓練的方式我們會說 路上的訓練以及水中的訓練 兩個部分都是需要做的 那通常這個比例會大概是 路上佔30% 水中佔70% 路上訓練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訓練的次數呢 一週會進行6到12次 一般來說會6到12次 那訓練的內容跟科目 分為體能的訓練 什麼樣的訓練 我想中央訓練對訓練會非常重要 那專業技術的訓練 那規則的講解 比賽的嘗試對比賽的掌握 還有心理的建設 這些部分是在訓練內容 以及教學上面我們會帶入的 那在體能訓練的部分呢 我們會給選手做一些全身性的訓練 譬如說 譬如說 你會讓阿祖做伏地挺身 然後起坐 抬腿 然後 然後挺腹 這些全身性的循環性的訓練 讓你選手的肌肉 然後 做得更好的素材 那 至於對於關節的 柔軟度的這個訓練 或是肌肉的柔軟度 這個部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肩關節 腹關節 膝關節 膝關節 這幾個關節的柔軟度 對選手的 能力表現 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在於柔軟度的訓練來說 我想應該是在游泳項目來說 對選手來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至於協調性的訓練呢 是讓我們訓練一下選手 那在動作養成 以及動作的完成度上面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它的協調性好 它的動作的完成度上面 它的完成度會比較高 那相對的它完成度高 它的訓練效果就會 好 那敏捷性的訓練呢 對於選手來說 你知道它的反應上 反應的時間 會出發 或是 要接力降落的時候 它的 接跳的反應時間 它的反應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針對 所以不同的項目 會有蝶式 仰式 瓦斯 自由式 那它 比較需要用到的肌群也是不同的 像仰式它比較需要用到 胸大肌啊 公額頭 三角 擴背這些 其中的肌群 它是 必須藉由 重量訓練來加強 那 如果說 有重量訓練的 帶進來 那 選手 至少 在 訓練上面 會有比較好的肌力 那 通常 一般來說 重量訓練 會 每週 會進行三次 然後一次 會進行三個小時 會進行三個小時 那 從這個 圖來看一下 三角肌啊 擴背肌啊 這兩個肌群 對於 每一個 雲子來說 都是 蠻要求的 所以說 這個可能在以後 大家在 給選手開菜單啊 或是在教學上面 在重量訓練方面 這個部分 可能是要加強的部分 那 在專業技術方面呢 那 在基本的技術訓練 我想選手 都應該有具備的基礎 基本的技術 那 做基本的技術訓練呢 可以 增加 選手的技術的穩定性 在比賽當中 會有更好的發揮 那 在耐力的訓練上面 增加選手的 有樣能力跟無樣的能力 那 速度的訓練 需要讓 訓練選手的力量跟爆發力 那 反覆訓練的部分呢 是讓選手 能夠 透過不同的距離訓練 然後去適應身體的 產生身體適應的能力 提升身體對於疲勞啊 或是速度感的感覺 那 那 達到 透過以上的訓練 能夠達到 知識修正 以及調整 那 能夠得到最佳的滑福 以及滑平 這個我想在 對於選手的訓練 最終是我們都希望能夠達到一個 這樣子的境界 選手都有最好的滑福跟滑平 這樣子會產生最好的效率 那至於在規則講解跟比賽嘗試的部分 我想身為一位選手 在 參加這個比賽 或是參加這個運動成功 你必須要很熟悉比賽的規則 那 能夠去藉由 認識比賽 然後知道說一個比賽它該具備什麼樣子的 這個 怎麼講 環境 設備 當然不是要非常的熟悉 但是至少要了解一點點 比如說養飾起跳架 我要改成使用 那去融入比賽 然後去享受比賽 這我覺得這個對選手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個東西你要熟悉規則之後 因為有時候有些突發狀況 不會在比賽當中 是千變萬化女會發生的 那 這個部分如果你熟悉規則的話 你就會知道 所以如果這個狀況發生的話 我再怎麼這樣子處理 不會 違反到規則 然後造成沒有成績 像 我們看一下這個比賽 這個 畫面就是 那位選手在奧運的 男女 4x100公尺的混合式接力的項目當中 有瓦斯的那位美國女選手 他的瓦金掉下來 那在瓦斯的項目當中 他手如果去調整他的瓦金的話 他就會犯規了 所以這個也就是說 選手必須要去熟悉規則 那有突發的狀況 你不會因為不熟悉規則 然後你會造成被犯規則 然後沒有成績 那很重要的 最後一個還有很重要的部分 是在於禁藥檢測的部分 這個選手在於 已經到進階的選手 我們還是要跟選手說 關於禁藥的相關的檢測 然後我想這個部分 在主訓中心都有專的 在關於選手做介紹 這個部分還是要知道 那選手的相關的 全力無無要能夠了解 那在最後面 我覺得 蠻重要的我們要談到的是 在於心理建設的方面 然後我想說 參與一個活動 最重要的 或是運動訓練 最重要的是 要有很大的熱情 然後去做支撐 然後 選手們也要能夠學習 設定目標 我們要能夠叫選手去設定他的目標 這樣子他才會有 努力前進的方向 那 意志力 要透過不斷的培養 然後告訴自己 我要更好 這樣子才會有 強大的力量往前 因為畢竟 有時候你會受到一些很重的很大的挫折 譬如說這個比賽 你可能很盡力了 但是還是有不好 有時候會覺得很意志力 很消沉 我覺得意志力的訓練 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最重要的是 像 去年 一整年 都是在疫情的期間 很多的選手 其實是沒有辦法到水里面去參加訓練 那 東京奧運的選手也是一樣 都是沒有辦法在場地上面訓練 那 在運動訓練上面 有一個叫意想訓練的 我們的 一個模式 我們可以透過意想訓練 然後 給選手 更好的一個環境 讓他能夠對 比賽 以及 上場上的實際的狀況 做一些模擬 讓他能夠熟悉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 我們會有影片 會幫大家做介紹 那 有時候 我們會希望選手 能夠寫訓練 訓練日誌 訓練日誌 能夠反映到 選手每一個人 他訓練上面 所有得到的東西 跟他的疑問 那 教練 或是領隊 或是老師 能夠透過這個訓練日誌 然後 跟選手做一個 非常 直接的溝通 然後 有些話 我們 有些選手 是不太 呃 不太 會把自己的意見 呃 直接用口述的方式 跟老師 教練做 做表達 那 透過訓練日誌 我們真的是可以 比較了解選手 來 平常在下誌 那 最重要是 避免 對選手 產生過度訓練 有問題 造成他的狀況 或是 下降 或是 身體的狀況 受到損害 這個部分是 最重要的 我們要 那 在結束之前 我們跟大家 分享一下 那 在 今年中間 因為我們 射箭隊 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那 他們 在 比賽 沒有辦法 疫情期間 沒有辦法 直接 所 訓練 那 在 他們的訓練當中 帶入了一個 叫做 意向訓練的 部分 那 我們這個部分 也是覺得 我們的選手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我們 在 印象訓練裡面 還有 環境 還有 所以的 順序 都做一些訓練 所以說 選手在廠商 可以得到 非常好的練習 不至於說到廠商 會有 不知道該做到 做什麼 這還不錯 好 以上 是 我們這一次 跟大家 分享了 這個科目 這一位 是我非常 喜歡的 選手 叫 大家也知道 他的 他也是 對於 游泳 非常 極度的 熱忱 更衣之力 然後 他現在 也順利的 戰勝了 並 回到了 比賽的現場 我想選手 也是 克服 一連串的挑戰 才有辦法 在運動場上 堅持下來 那 所以 透過不同的 教學的方法 以及 培訓的 計畫實施 讓我們 挖掘更多 更多 好的選手 希望他們 在未來的 競賽場上 都能夠 繼續的 發光 發熱 以上就是 今天 我所帶給大家的 進階教學 以及 優秀選手的 培訓實施計畫 那 感謝您的聆聽 祝福大家 平安健康 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您 有電子郵件 的方式 與我聯繫 謝謝大家 請 谢谢观看